4月9日 中国民运航空局在北京取行新闻发布会 民航局运控中心副主任孙少华在介绍武汉解封后 武汉天河机场运行情况时表示 复航首日天河机场运行平稳 秩序良好 4月8日零时起 武汉解除离汉离恶通道管控措施 武汉天河机场恢复国内K运航班 孙少华介绍 复航前天河机场制定了周密的复航工作方案 先后组织了多轮次的安全检查 从人员在岗 资质能力 设施设备 场地试航 消防 安全 疫情防控等方面 对标 检查 整治 对机场公共区域实施彻底消杀 组织开展了旅客疫情防控 防止境外疫情输入等预案演练 8日上午7时25分 首架飞往三亚出港航班 东航MU25I7航班起飞 标志着武汉天河机场商业客运航班 在暂停76天后正式复航 复航首日 武汉机场整体运行平稳 机场的运行秩序良好 全天共保障进出港航班有221班 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了99.01% 共保障了11714人次旅客的安全出行 其中离汉航班有107班 旅客7,119人次 离汉航班有114班 旅客有4,595人次 发布会上 相关负责人还回应了高价倒卖国际机票的问题 此前 民航局发布五个一政策 即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 一周至多有一个航班 在此背景下 国际机票格外珍贵 由此出现高价倒卖机票的行为 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航局已于4月7日下发通知 对航空公司 OTA平台和销售代理企业提出了严格要求 要求航空公司履行主体责任 进一步扩大直销的渠道 这个严格执行国际运驾政策 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 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布国际运驾水平和适用条件 各OTA平台要督促平台上的销售代理企业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OTA平台对平台上的销售代理企业 出现违规操作的行为要重严处理 刘鲁宋介绍 近期国内航空公司加强了对销售渠道的管理 扩大了直销比例 通过缩短订票时间和出票时间 有效避免了虚弹座位高价导门的行为 中文字幕提供